《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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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我看起來今年的六條線喔 北投這條線作品最少 而且路線又短 所以如果我們就算說來北投 基本上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但是那個原則不是意識的 而是你不自覺的 我認為啦 我們的動作就會變得很緩慢 我覺得這是一種舒舒服的地方 所以在北投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我們閒逛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我看半小時我們就走完了 所以我們大概 然後泡北投它是 北投的生活藝術節 然後它的整個主題 就很簡單就是泡北投 然後從八月就開始 然後到十月十一月 那十一月當然是提供給大家 十一月有空就可以再來走一走 暫時性的公共藝術它特別被要求 或者是藝術家們基本上都會採取一個 互動性很強的一種做法 然後互動性就是參與 各位也有參與其他的路線的話 林順榮或達達 可能你們會常常看到 藝術家在上面提供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舞台 提供讓民眾可以在上面 隨意的在這邊寫東西畫東西 然後也能夠把每個人對這個空間 對北投的一些想法跟感受 可以直接在上面揮灑 小孩子一定會很喜歡 我們看到的一些資料 來這邊互動參與的 基本上都是小孩子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 暫時性的公共藝術 永久性的公共藝術也是被要求 你要民眾參與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作品 有一些作品的一些小細節 我們都可以看到 藝術家跟社區民眾 他怎麼樣去進行互動 所以有很多小細節 各位你們可以在欣賞公共藝術的時候 你們可以大概可以留神一下 幾乎你在學校 也許大部分的作品 都會跟學習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從地方的特質 去欣賞公共藝術 幾乎毫無例外 我們慢慢走 這個是我們要參觀的 凱達格蘭文化館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原住民的 建築空間的外觀 我們可以看到他採取的這些符號 就是直接從原住民的一些圖騰 與會裡面直接去參考 去運用跟發展 然後用這樣的馬賽克拼貼的一個手法 馬賽克我們可以看到他比較古典 他比較典雅 但是他又有那種亮麗的效果 就整個在空間布局 就很像邀請你到裡面去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他們生活的一些自然的圖案 藝術家就從 舊有的原住民文化的圖案裡面 來進行延伸 進行創作 然後那種銳腳當然就非常適合藝術家想表現的 像這種野豬的那種兇猛 所以非常的適合 但是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原本的石頭 剛開始設置完成的時候 它是比較幼黑的 然後比較幼黑它的那種 作品表面的那個張力會更強 稍微磨石了 然後大家也看到 藝術家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每個設置計畫都會提供 所謂的設置基地建議點 然後藝術家來在這樣一個建議點 來看這樣一個空間 他採取的是一個牆壁 也可以說更接近像是山藍 像是雲霧 把藍色跟綠色它作為森林跟天空 這樣的一個顏色 它作為它的下面的這種 有點帶狀的有點起伏的 這樣的一種基本的色調 所以藝術家在思考這些東西的時候 再加上他有意的把它的 包括那個雲爆旁邊 某種程度他有意的把一種 不是非常準確 不是非常精緻 它相對就是比較原始比較粗獷 比較不修邊幅的那樣的一種氣質 它也做了一種巧妙的一種展現 這個很清楚的是 藝術家對原住民他們的生命 或他們的文化的態度 藝術家對原住民的一種態度 它在作品的表現上 其實也是做它的主張 因為這件作品 它算是達達它的早期的作品 它後來的作品越做越大 然後精緻度當然越強 以至於它早期的 這組件作品的粗獷 也就成為達達跟林順榮 他們的整個公共藝術創作的歷程裡面 非常特殊的一件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 它小小的一頭豬 當然它很厲害的是 它很厲害的是 它上面是用切割的 就是寫實的手法 它不是一整張 它不是一整片 一整片的話就變成是浮雕 但是當它是必須把那個 山豬的那個型 能夠把它給打著敲掉 它就有點要衝出來的感覺 它不是隱藏在一個平面裡面的突出物而已 對 所以這個是聰明的 這個就是手法 一些藝術家的厲害跟普通 就是在它這些小細節的表現的手法上面 所以這頭豬它就有點要衝出來 再加上那幾片頁岩它創造出的 所以它讓那個立體感 它就會更強調出來 它把那個毛豬的 它把那個豬的那個周毛 那種發怒的那種感受啊 那種內在的這頭 這頭發狂中的那種內在的那種力道 要透過那幾片石頭可以更強的表達出那樣的一個氣勢 是的 對 它能夠帶著捲的 它有帶著捲 同心圓的話 它是一個 同心圓是擴散 它是水滴 滴到水裡面是往兩邊 它是擴散的 它基本上不像同心圓 它具有一種拉扯 一種拉扯 穿動它有運動 它有運動的力量 所以運動它有移動 這個東西它就用漩渦的方式 它會來得比同心圓 同心圓不錯喔 同心圓它也能夠創造 這群人大家是同心協力的 但是漩渦的話 它會把人的關係會處在一種 很像大家那種更要 要大家 比較有集中這樣 是的 大家要手牽手 要不的話某種力量 也許會拆散我們 所以那種符號的選擇 就這麼簡單耶 我們從側邊看 我們沒有看到同心圓 正面看我們看到的是 正面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漩渦 還有一個它不必然是漩渦 我們也可以說 原住民有一種圖騰 它對植物的 他們崇拜的神子 蛇 它也有一種蛇的一種生物的象徵 像爪一種 然後蛇 像擺布蛇 眼鏡蛇 那些原住民它對於 它對於自然的一種崇敬 蛇對他們來講 我們看太多的原住民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 對蛇這樣的一個生物 它對它的那個崇敬 這個建築的綠結構 的一個建築的概念 那建築的概念 那我可以完全不理會那個概念 單單說建築它如何 設置在這邊如何運用現有的綠植物 的那樣的一種手法 實在讓人感動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我們都可以看 它的那種不是 不是這麼樣坦蕩蕩的 所以它的那種層次感 因為它腹地也沒有很大 水滴在澳裡面的那個回音 很 有一種 就很脆 但是很舒服 不曉得怎麼形容的 有沒有 很小 但是你聽到就很 就很舒服 所以這個變成是音箱 要注意聽才行 對 所以你看 有些藝術家一直往外去發展 往外就是說看得見的 震撼人心的 也就是說用陶的這樣的一個材質 比如你用不鏽鋼 你用那個什麼玻璃 因為材質的不同 水滴在那個材質的容器上 產生的聲音會不同 當然以至於你可以發想 也許你可以讓好幾道水流進去 然後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瓮 容器在下面 所以水流滴在不同的容器上面 也許它就產生的是一個交響曲 你可以設計 你們可以設計 這個是原理 那原理這個智慧有了 要怎麼樣就因人而異了 每個人的你的氣質 和你的需求跟外面 所以這些對藝術家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關於文化的一種記憶 所有的組件 這些組件是必須配備的 那請各位朋友就要注意 為什麼一定要有這些組件 他希望是能夠 藉著某種程度是多數人的參與 共同的討論 那也能夠允許參與者 也能夠把個人的一些感覺 跟想法也能夠提供出來 成為作品的部分 很自然 很精彩 然後相對那一些 我剛說的 吵雜的 很炫的 這是它一種優微的 它是很內在的 那你要安定下來的 不能急促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 在在的來呼應北投 這個地域的一種環境的氣質 我們談那麼多的 藝術家談那麼多 評審談那麼多 這個公共藝術的好或是壞 結論是公共藝術設置完成 這群專家就離開了 所以只剩下孤零零的那個 藝術品就處在那邊 然後開始要接受 民眾關愛的眼神 那是不是民眾能夠關愛呢 所以我最喜歡談公共藝術是 我首先認為公共藝術很有魅力 很迷人 但是它基本上不太會說話 因為它很冷 它很孤單就處在那邊 所以我非常的肯定 公共藝術導覽這個作為 作品的名稱是什麼 藏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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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藏寶 後面那個石我們把它換 可以換成什麼 藏寶什麼 藏寶圖 藏寶圖 我喜歡 藏寶圖 所以藏寶石 我們可以把石跟圖 不必然兌換 可以結合 對不對 你要透過這個藏寶圖 那你去找到寶 好 藏 是這個意思啦 對不對 藏寶石 藏寶的石頭 所以藏寶石的寶是不是石 所以藏寶石 石是不是寶 藏寶石的這個石 它就是寶啦 對啦 藏寶石的這個石就寶 我們剛剛說藏寶圖 圖不是寶 雖然也很寶 你沒有圖你就找不到寶啦 對 你是透過圖要去找到那個寶 對 那我們現在這是藏寶石 藏寶石的這個石本身是寶 只是藏寶家是有意的要拉出說 這個藏寶石這個石頭 它就像藏著寶藏那般啦 它擁有像寶那樣那般的石頭 我覺得藏寶石最重要的理念 它其實裡面都有寫啦 藏寶石最重要的它要談什麼 你看目前它的符號是哪些 它上面的東西它的符號 它有寫字喔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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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有 위한相關 他是有需要的